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副营长 穆成达 我是04年入伍 08年呢毕业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 从军到现在有17年的时间 我们第七匹维格部兵营 从进入任务区以后 有长巡 短巡 程巡 还有武装护卫 包括我们整个 一文文号式的警戒护卫 我们执行朝鲜任务 所面临的困难是多元化 也是多样性的 当地的部阻之间的冲突 季节气候的变化 疾病肆虐的疫情 对我们任务分队 执行任务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有可能当你到达任务地狱 它的形势立马突变 产生了一些武装的冲突 可能会治愈我们长巡 分队 在武装冲突的交界点 或者是说会有火力波及 有关击的冲突的冲突 在伊朗室的冲突 是一个冲突的冲突 就是一条纲突 在新冲突 在新冲突 中的冲突 就是一个剧场的冲突 冲突 一条纲突 冲突 这是一个人的冲突 冲突 一个国家的冲突 在2016年,两个中国的平衡人家被杀掉了 但这些危险并不停留下来的订阅 中国的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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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开始在1990年 19年后,它在党的党的党续继续续继续 中共的党的党续续持续续续续绘续续称 和建立了它的建议和互联络的未来 和互联统的未来 进行 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总统的总统总统的总统 总统总统总统的总统总统 我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now taken the lead on the very important team that is safety and security of our peacekeeper the quality of service of Chinese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in our mission is really exceptional 當我第一次得知有這個任務 我是第一時間 先跟組織進行了申請 我的家人对我还是比较支持的 能有这样的机会 到海外来执行任务 可能说是我一生唯一的一个机会 我现在是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临行的时候呢 我的妻子她告诉我 老公你放心 在你维和期间的一年里 我一定把我们的孩子 好好抚养长大 你在维和的过程中 不要有任何的牵挂 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我的女儿现在六岁 我出来之前 我在地图上给她画了 我说爸爸要去南苏丹 执行任务 我在地球仪上 给她指出了南苏丹的位置 我的女儿用幼稚的双眼看着我 爸爸好远啊 你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说我要一年 她跟我说 她说爸爸我会想你的 一五一 你看一五一 你看这是谁 你看这是谁 一匹哥 哎 哎 你为什么要让我回来 爸爸呀 爸爸很快就回去了 爸爸执行完任务就回去了 不危险 这边环境还是很好的 不危险我都联系不上你啊 她可能就信号不太好嘛 不方便联系 注意安全 嗯 你放心吧 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能有信号的时候就跟我联系 哦 行 如果有信号的话 我第一时间跟你联系 威和军人 我真是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威和军人 我真是 为旅行崇高使命而战 为他为祖国容易而战 我们都是在一个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不应该饱受战乱 不应该受到疾苦 受到食物的短缺 医疗的匮乏等等 其他的制约 那我们为何 就是履行一个大国担当 一个大国使命 中国 南苏丹 南苏丹 有疑犯的罪 是 你喜欢我吗 是 他就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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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并不等于霸权 我们派出维和任务 体现的是我们的大国担当 和大国的责任 同时也响应着 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听传播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